安倍访美 寻求日美同盟新共识 大秀亲密 难掩日美背后的矛盾与摩擦 朝贡经济礼包 妥协双边贸易谈判 安倍该如何经营这场同盟间的买卖 才能换取美国的保护与肯定 一次被特朗普后代的高尔夫之旅 能否真的将日美同盟间的疑虑一干挥去 安倍访美 同盟的买卖 深度国际 敬请收看 2月10号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美 这是特朗普就职后的首次日美峰会 从历史上看 美国出现政权更迭后 日本首相都要访美与新总统会晤 安倍此访虽然是遵循惯例 但又显得不同寻常 那么 安倍此次访问美国 与特朗普究竟达成了哪些共识呢 2月10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 与到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谈 安倍也成为了特朗普上台以来 第二位在白宫被接待的外国政府首脑 而在日本方面 安倍也极为重视此次访美 日本首相 副首相兼财务相 外相和经济产业相 政府四大员同时访美 堪称威可极高 有西方媒体报道称 此次安倍的访美释放出三层意思 一是日本对美日同盟关系充满极高期待 二是着眼于经济外交 三是极力构建安倍和特朗普的私人关系 对于与安倍和日本政府的关系 特朗普这样描述 今天我在车上问候他的时候 我想说的是 我们不仅握了手 我还拥抱了他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关系 如果发生了变化 我会让你们知道的 但我不认为这会改变 握手和拥抱听起来十分亲密 但也恰恰是这两个简单的动作 给特朗普与安倍这次会面 带来了一些小插曲 2月10号 当特朗普在白宫门口迎接安倍时 尴尬的一幕发生了 常规的拥抱和握手之后 安倍似乎想再次拥抱特朗普 但特朗普并未做好准备 二人进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后 在场的日本摄影记者提议握手 于是更尴尬的一幕诞生了 美国政治新闻网这样描述到 两人握手的这19秒漫长的令人痛苦 安倍和特朗普似乎不是在握手 而是在掰手腕 手松开后 安倍的表情更是意味深长 而在随后二人的记者会上 更为有趣的一幕细节发生了 安倍讲话时 西方媒体是这么描述特朗普的 多数时候面试前方表情严肃 看似听得很认真 他还不时点头与安倍对视咧嘴微笑 可是当安倍讲完 二人要回答记者提问时 特朗普才戴上了 用来听同声传译的耳机 有媒体就戏称 不知特朗普是否真的听懂了 安倍的这番日语讲话 原本想展现美国倾听盟友声音 并借机显示日本力量的安倍 不免有些尴尬 2月10号 在白宫记者会上 特朗普画了大量篇幅 在安保同盟 这个日本极其关心的问题上 给安倍撒了一大把定心丸 The bond between our two nations and the friendship between our two peoples runs very very deep This administration is committed to bringing Those ties even closer We are committed to the security of Japan and all areas under its administrative control and to further strengthen our very crucial alliance 在白宫此后公布的联合声明 显示双方在安全与经贸领域达成了多项共识 但在专家看来 美日关系并非向外表所看的一帆风顺 在双边两国领导人的 个人关系的构建方面 那么应该说还算是开了一个好头 那么双方已经初步敲定 在今年年内实现特朗普对日本的访问 另外一点美国重申 那么以核武力和常规武力 为日本继续提供安全保障 那么这是在安保方面 而在经济方面 这是这次成果的第三点 就是双方讲到了 那么将深化经贸关系 应该说从成果来看的话 这次访问是姑且在一些面上 在面上把日美之间的 目前的主要问题都涵盖到了 但是里边也有不少伏笔不少陷阱 从会谈结果看 安倍似乎也达成了此访的核心目的 那就是在一定程度上 消除了外界对日美同盟可能生变的质疑 吃到了一颗定心丸 这被宣称为安倍此访的重大成果 但对于这些成果 部分日本媒体指出 虽然日美两国在大方向上取得了一致 但在具体问题上却并没有深入 因此双方今后仍有发生矛盾 和摩擦的可能性 而这种可能性 包含着特朗普一直以来 对日本的不满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是对美国经济的一大冲击 它无法阻止日本操纵汇率 是个糟糕的协定 特朗普 1月23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入主白宫后的第一个正式工作日 签署首份行政命令 正式宣布 退出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 实现了他在竞选期间所做的承诺 特朗普为什么他对这个TPP不感兴趣 要把他给干掉 那么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 他就是看到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看到这个TPP 日本要继续通过TPP来搭便车 来获取更多的好处 而日本自己的市场非常的封闭 对美国也是很封闭的 把美国优先作为标签的特朗普 1月26号在演讲中表示 要在日美自贸协定中引入极为严格的规定 防止操纵规律 我们看到日本实际上 所谓的所谓三支箭及量化宽松财政刺激 结构改革 如果美国以日本操纵汇率而进行制裁 安倍的振兴日本的大国梦也将寿终正寝 更给安倍添堵的是 安倍赴美正式访问的两天前 2月7号 美国商务部就公布 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 689亿美元超过德国 上升为美国第二大贸易逆差国 特朗普多次点名批评丰田汽车公司 在墨西哥而非美国建厂 指丰田应该支付高额关税 为此付出代价 汽车产业也是美国的主导产业之一 所以这是美国所不能忍的 也就是说美国本身存在着 这样的一个支柱产业 这样一个主导产业 但是反而被外国的同一个产业 同一个产业打败了 这个是他无法忍受的 所以我们看到 那么特朗普上来之后 美日的经济贸易摩擦 恐怕才刚刚开始 指责日本操纵汇率 使日元贬值 日本汽车大距占领美国市场 美国对日本巨大贸易逆差 再加上特朗普高喊 让美国再次伟大 让人想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美国总统里根也曾提出 让美国再次伟大同样的口号 1985年 里根政府对日元为主的汇率 强力干预的广场协议 给日本经济带来的惨痛教训 让日本难以回首 20世纪八十年代初期 由于日本实行日元低汇率 同时对美国大幅贸易顺差 而美国贸易逆差高居不下 股市暴跌 经济衰退 财政赤子巨增 日美贸易争端越演越烈 而当时的地产大亨特朗普 生意并不好做 他在接受采访时 又曾公开表示 日本经济的强大 是以牺牲美国为代价的 可以说三十年来 特朗普在经贸问题上 对日本的认知几乎没有变化 在此次特朗普在签署退出 TPP总统令时特别强调 这是对日本的警告 或许这在这位商人出身的 美国总统心里 积怨已久 一直认为美国在对日贸易中 吃了亏的特朗普 上台之后立马要求改变这种情况 我想这是特朗普所代表的 或者说美国商界 对于日本的一个普遍的看法 而通过特朗普 他有一个典型的表现 安倍深知 特朗普对美日间经贸摩擦的不满 已经三十年了 为了避免重蹈历史覆辙 这次安倍会见特朗普之前 也做了充分的准备 那就是一份巨额的经济大礼包 安倍的初衷 是提着豪华礼包来美国谈感情 而特朗普却尽显商人本色 要一板一眼地谈生意 每日关系看上去很铁 但商人讲得实力 当脆弱的同盟之情 遇到现实的利益冲突 每日之间又会谈出一笔 怎样的买卖呢 十年 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投资一千五百亿 七十万个就业岗位 和一个市值规模 达四千五百亿美元的基建市场 这就是安倍此次访美 为了安抚特朗普 带去的经济大礼包 一直以来 特朗普就公开表示 希望日本全部承担 驻日美军的军费 而这也让安倍忧心忡忡 目前美国经济债务缠身 国家债务达二十万亿以上 但特朗普还是执意要求 增加军费进行扩军 资金缺口非常大 因此特朗普将视线 转向了盟友 要求相关盟国 来为其驻外美军买单 目前日本已经 以体贴预算的名义 承担了驻日美军 百分之七十五的费用 但是特朗普对此并不满意 2月4号 马蒂斯访日时表示 他对安倍上台以来 日本军费预算不断提升 表示欢迎 而此次安倍访美 美国方面意外地没有提及 驻日美军军费的问题 特朗普和房长马蒂斯 就像演了一场双簧 让日本不知该喜还是该忧 我觉得特朗普 他非常明确 对日本 我觉得他奉行的就是两手 一手是安抚 另外一手是敲诈 实际上安抚的不是目的 安抚是手段 目的是进一步要日本出血 就是要出更多的钱 然后日本呢 可以说就是 没有更多的选择 就只好乖乖地送上大礼 然而安倍这样的大礼包 在美日国内却是换来 虚声一片 美国对日本的这样一种做法 实际上美国国内 也有很多的 美国也有很多的意见 你比如说 他的所谓的大礼包 他许诺 要今后向美国 要投资1500亿 创造70万个就业机会等等 而且为期10年 这个美国就批评说 你这个安倍耍的是小花招 就是把日本一些 本来就计划在美国 要投资这些企业 他们投资的这些项目 做了一个重新的包装 所以让这个大礼包呢 看起来很美 又很大 很吸引人 但事实上呢 他真正拿出来的钱不是很多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他们在做这样一个交换的时候 实际上是各有心思 相互利用的关系 在经贸谈判模式方面 特朗普主张开展日美双边谈判 希望借美国的强势地位 迫使日本做出更多让步 而日本则一直拒绝一对一谈判 主张进行类似TPP的多边谈判 以多边机制争取更大利益 因此安倍此次提出 开展新经济对话 实际上是接受了双边谈判模式 对特朗普做出了妥协 你对美国来讲 任何双边的话 他就会占到更多的便宜 因为其他所有的对手 都不可能跟美国进行抗衡 所以我觉得他要走这条路 实际上就是要体现美国优先 美国的利益至上 这样一种观点 我觉得他难点主要是在今后日本的 这个市场开放 市场准入问题 日本是发达经济体当中 市场最封闭的国家之一 你别看日本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好像经济这个不断了 但它市场是相对封闭的 它的封闭程度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而美国也非常的劳火 在双边谈判当中 一个焦点就是日本在多大程度上 能开放它的市场 吸收美国更多的这个产品 用经济投资换取安全保障 也许这正是现阶段 日美同盟的一种生存形态 不仅如此 安倍还竭力靠提升与特朗普的私人关系 来稳固日美同盟 然而这样的同盟关系 真的健康吗 难道不断强化日美同盟关系 就是日本的生存之道吗 这是安倍和特朗普 在会谈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 说的一番话 有媒体注意到 安倍这几年有个习惯 喜欢直呼他国领导人的名字 意图显示亲密的私人关系 这一次也不例外 安倍直接叫出了特朗普的名字 并对其极尽赞美之词 不仅在称呼上 意图和特朗普拉底关系 在访美行程中 安倍还与特朗普一起乘坐 总统专机空军一号 前往佛罗里达私人别墅 共赌周末 并肩打高尔夫球 也满足安倍 构建首脑间私人信赖关系的要求 我觉得高尔夫外交就是典型的 就是要秀亲密 秀他们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 就是一场秀而已 起码在舆论上达到了 他跟特朗普关系很亲密的这种状况 1957年 安倍的外祖父 时任日本首相岸信介 与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 就上演了一场高尔夫外交 在安倍看来 这场与特朗普的跨太平洋高尔夫外交 即便不能挽回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也能像当年自己的外祖父一样 增进与美国总统的私人感情 而看似亲密的互动背后 其实深藏了安倍 对于特朗普政府的焦虑与担忧 美国大选前 安倍一直力挺被看作是亲日派的希拉里 2016年9月 安倍访问美国时 只与希拉里见了面 没有和特朗普接触 这被看作是对后者的怠慢 两个月后 特朗普赢得选举 押错了宝的安倍 又紧急亡羊苦劳 2016年11月17号 安倍在去秘鲁参加APEC峰会时 特意绕到纽约特朗普大厦 与特朗普见面 他在去年美国大选期间 他押住的时候 押的是希拉里会員 所以实际上当特朗普赢了之后 他非常的尴尬 之后他又想等到特朗普 这个就任以后 这个可以说成为第一个 和特朗普进行见面的 外国领导人 就他想抢这个头乡 结果这个头乡被别的人抢去了 他这个落后 所以实际上 他是遭遇了一连串的这个挫折 安倍害怕日本被美国抛弃 他想千方百计地加强两国关系 和美国绑得更紧 对美国而言 安倍的担忧也并不是空穴来风 美国他对日本的这个价值 在做一些这个评估 就是说日本对美国究竟有多少价值 过去美国曾经有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就提出来 要把一个研究报告 提出来把日本培养成远东的英国 你看日本跟英国都是岛国 而英国在欧洲这个大陆地区 代替美国行使了地区长官的作用 进行了某种平衡 美国通过英国去影响欧洲 所以他觉得这种模式 可以复制到亚洲地区 美国可以通过日本来影响亚洲 但后来发现日本做不了 它当不了远东的英国 当然一定上就是在近期 它可以比如说出更多的钱 出更多的利 而且日本也有这种愿望 但从长远来讲 它的这个价值是有限的 有专家坦言 日本加强与美同盟关系 另外一个更深层的目的 是增强军事实力 扩大地区影响力 甚至要摆脱美国控制 成为一个正常国家 而这一点美国也看得很清楚 日本要成为正常国家 它的正常国家事实上是什么 是要让日本成为一个军事大国 我记得在冷战时期 美国有人讲过 就是美日同盟 是限制日本的一个工具 是美国限制日本的工具 第一 美国在日本有驻军 就说明你日本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 第二 就是美国会根据它的取舍 来对日本提出要求 而这跟日本的利益之间 其实是有分歧的 即便如此 安倍仍然想彻底把日本和美国绑上一条船 但这也并非易事 在2月11号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 出现了讽刺的一幕 安倍钦点产经新闻记者 向特朗普提了一串 特别关照中国的问题 试图借特朗普之口 在汇率 南海问题上批评中国 而特朗普一上来却表示 美中友好相处 对亚太各国都有益 由此 安倍与特朗普畸形的亲密关系 可见一斑 安倍想把中国塑造成日美的共同敌人 而特朗普显然并不认可这一点 这个日本方面我想他是 其实有意地想诱导特朗普 然后说 企图让美国领导人说一些 不利于中美关系的话 但实际上特朗普回答说 跟中国关系的改善 对中美甚至对你日本 对大家都有好处 我觉得这个是对安倍的一个打脸 因为安倍这次对美国的访问 他就特别想显示说 他跟美国有一种亲密的关系 特殊的关系 来抬高今后他对中国 打交道的这样一种筹码 试图是要 好像我因为有了跟美国 这个特殊关系以后 这样他的分量就跟着 但是特朗普实际上他强调 中美关系非常重要 所以这就是告诉日本 你别以为就是说 有了日美同盟 有了日美同盟 或者有了美日之间这种关系 就可以对中国为所欲为 安倍就特别希望特朗普 希望美国在中日之间做出选择 另一方面 安倍政府越来越过度依赖 日美同盟关系 这也导致日本国内民众的不满 日本在野党批评安倍政府 在日本国内减少正式员工数量 却跑到美国去创造就业 简直是本末倒置 独卖新闻进行的全国舆论调查显示 70%的日本民众对今后日美关系感到不安 认为日美关系对日本经济造成负面影响的 也超过70% 东京新闻评论到 在长达20年的通货紧缩中挣扎的日本 对世界经济第一大国 进行15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 难以得到日本纳粹人的理解 而首相将此次访美成为一次朝共外交 就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日本的战略呢 它陷入了一个困境 或者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 这个误区就是说 它认为只要把美国搞定了 那么一切都好办 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因为亚洲地区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 而且是可以说大国群雄并起的一个地区 那么它只一门心事地盯着美国 实际上就是忽略和其他国家 发展这个关系 对日本来讲 我觉得它也走不了多远 反而在这个地区显得很孤立 就是它的那种远交进攻 这个是让日本陷入一个 自我孤立的状态 美国智库近期曾发布报告说 出于国家利益考虑 美国必须要警惕正在右倾化的日本 因为一个急速向右转的日本 有可能会搅乱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整盘起 美国出于借力需要 一方面可以给予日本一些甜头 允许日本通过重塑日美同盟来拉大旗做虎皮 但另一方面 美国绝不可能让日本与其平起平坐 使其走上军国主义的老路 从这个角度看 安倍心中的日美同盟关系 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